这个文字,词,有这些组合的词,组成这个句 这就是以下下来,这就是中国文字的文字 看你怎么组合,这个里面很简单的,就那些字 你说几千个,太多了,那它就每个字都是由红数,绝纳,点,这些组成的 为什么无比输入法打字快呢?当然现在好像不是了 就是最快的是什么,区位,你就知道哪一个区位码 就一,100,100,他就这两个数,这九个数 每一个给你定词,那你脑子能进入,机器还可以 这就是符号,编造本色,最原始的,越原始的,它越简单 但是它,就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加一些花样 就文,画,什么叫文化,文,它就是一个像,就是告诉你这个里面 像什么样子,加一个角色旁,就是一个是文,一个是字 告诉你这个是文理,画的,这头也没有这个单人吧 光是这个,就是这叫,代表着这个变化 你看那个摇,六摇,摇,它不就是变化? 叉叉,加一个人,就人让他变化 人,怎么就是让他这个,哎,产生这种变化 我觉得很美,也觉得很适合人 他也有变化不好,那就不适合了,你就乱变了,你就不自然 这就是文理的花样,就是你有没有文化,你会不会包装自己 你会不会,就是我上的亭堂,下的厨房,我出去是,这个应该是什么样 打文合适,哎,这个就叫一文化 但是我们学的东西,对吧,它又画,又会变化 要文,要文实的,我们不能现在出去,就像原始人一样,就盖个树叶吧 你说我也,我也没有,我也很文明啊,对吧,我也没有漏啊 这个就是,当然这些是,还是外在的 内在的,你的修养是什么,孔子说的 就是,如果是,让我当一个,就是浮华的这种,啊,有文化的人 跟一个实在的,山野村夫,我宁愿当山野村夫 因为它本心,本正,它是实在的 先要正心诚意,再修神,修外在 然后,西家之国平衅一下 现在人,太诸如外在了 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文言文 文言文,他过去也是 你说,当当当,来者何人 那他那样,畅然找个路,开玩笑 那现在呢,你是谁啊,感觉就缺乏点味道 一点,一点,力气就没有 你像有的地方方言还好一点 现在我们就统一化,那就是为了方便沟通嘛 但是还有的意思,你看方言很多东西 它表现不出那种味道 所以这个文言文,这古文呢 你要学很多经典,要参,一定要把这个学好 你要学背这些经典,你一定要从小就开始背 那个时候才记住,像我这个时候已经很晚 但是很多人,你可以去理解 但很多人就不以为了,上学有什么用 你学有用的吗?你学没有不教的吗? 你学科外的吗? 你学们的学生 那是什么解释 在高适上 我吃得了